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我说啊 组里那些人就是太死脑筋了 和海奥森那种公私斗 就得各种方法 各种手段都用一用 是 阿姨您最明智了 不过 夏记者 我再跟你确认一次 是不是只要明天我再多带几个组里认识赵飞的人来 你写报道的时候就能多写点我们家的事 当然 您为打击海奥森的事业做出了这么多贡献 我当然要多写您一点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我明天一定给你带人来 嗯 王阿姨 那我先送你回去吧 不用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是了 夏记者 你也早点回家吧 哎 王阿姨再见 果然 这些出现异常症状的员工 大多是生产一线的工人 他们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或许有毒物质的感染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 他怎么突然给我发消息 隐笑 修复 大律师 一会儿询问杭家河的时候 我们分分工怎么样 案件相关的问题呢 主要由你来询问 我来补充 但如果涉及到了秦山或者海奥森 我们就换一下 我主导 你补充 这个嘛 我是想能稍稍减轻一些你的压力 调查到现在 你应该挺累了吧 我们分分工 既能保证询问的有效性 又能让你稍稍休息一会儿 不是挺好的吗 交给我吧 没什么 杭家河来了 您好 请问是特密司事务所的律师吗 是的 我就是杭家河 久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律师小姐 我的手套有什么问题吗 律师小姐误会了 我不信教 这个也不是什么宗教符号 这就是我看着手套有点单调 随便找商家做上去的一个图案而已 如果我没有认错 这位是何印的执行总裁 陆锦和先生吧 杭小姐认识我吗 之前在新闻报道上 有看过您的照片 所以有点印象 几位客人您好 请问需要点单吗 请问 employers 请问uri 诀情 您好 请 takeaway客人 corn 收拾 我和你一样 我也是 好的 请稍等 我叫杭家和 目前在海鸥森就职 遇害的杭匪和奇遇是我的养父母 是我的未婚夫 没什么 你 杭小姐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的养父母 是什么时候 是1月23号 那天我回家住了一晚 之后因为有工作要忙 除了回去拿了一次衣服 我一直住在公司附近的房子里 直到28号 我白天一直待在公寓里休息 但当时楼上有一家在装修 我实在受不了 就去了父亲在郊区的度假别墅 是我的亲生父亲秦山 我一般习惯叫徐音和秦山为母亲父亲 叫我的养父母为爸爸妈妈 28号那天 你大概是什么时候离开公寓的 晚上七点多吧 我在那里待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才回来 到了公寓楼后 我先去找过爸爸妈妈 但家里没人 没有 因为之前他们向我提过最近要去旅游 我以为他们提前出发了 我妈妈当时向邻居借了东西 约定好29号要还 结果她多等了一天 妈妈也没出现 家里又没人 她就来找了我 我这才反应过来可能是出了事 我找遍了所有他们可能出现的地方 都没有结果 最后只能报警了 我找遍了 后来的事 两位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是被春虫 她的事 虽然我并不想这么相信 但证据都摆在那里 我不信也得信了 你应该知道 王春虫并不承认自己杀了人吧 你不相信她吗 但陆总 人更应该相信证据 不是吗 我就是再爱她 也不能包庇她 更何况她杀的还是我的 我和她是通过我母亲徐英认识的 目前已经交往了差不多三年 原本我们准备今年结婚 但谁能想到 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么多事 说起来 这也是我的错 如果当时春虫和爸爸吵架的时候 我能多劝一点 或者春虫气愤地说要杀了爸爸的时候 我能替她疏导一下情绪 也许今天 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吧 杭小姐 他oe子 对 他 sten EAD 我以为是一段时间长踏迹 过后 打晚我就想自己 剩下的大不错 我已经整理了 了 在我 gjorde 他不是个坏人 他之前还跟我提过 不会再发脾气 会好好和春虫谈谈 但他还没来得及这么做 就已经 没有 我们一家的生活 一直都很平静 爸爸都 我也是前不久 刚从警方那里得知的 杭小姐 杭匪有和你的亲生父母联系过吗 和父亲应该没有 和母亲是有的 之前母亲还 不可能 母亲 母亲一直在向爸爸汇钱 并且赠送了他们很多房产 我那个时候问过爸爸 为什么母亲要做这些 他直直现在想想 我都已经成年了 已经不需要爸爸再养我了 母亲为什么还要给他钱 他不会是因为赌博 我不知道 爸爸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缺钱可以告诉我啊 何必这样呢 做这种事 你就不怕人来麻烦吗 是的 虽然我并非他们亲生 但他们一直都待我很好 我能健健康康地成长到今天 多亏有他们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自己和杭匪其余之间的寄养关系的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当杭家的时候 已经六岁了 能济世了 而且母亲那个时候 也向我诚恳地解释过 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我对这一切 一直都很清楚 那你是怎么看待你的亲生父母的 就是 普通孩子看待父母那样吧 小的时候 或许我还有过怨气 但我的养父母对我很好 而且随着我年纪的慢慢增长 而且随着我年纪的慢慢增长 我也能理解亲生父母当年的不义 反正事情都过去了 人还是要向前走的 杭小姐 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秦总病倒了 如今又出了这样的事 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吧 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吧 还好 我暂时还撑得住 也谢谢陆总 之前去医院看望我父亲 你客气了 我去看秦总 主要也还是想看看 有没有机会谈合作的 不过 看秦总的状况 我们不准听 如果陆总不嫌弃的话 你可以先跟我谈谈 滑小姐 你能做得了主吗 陆总请放心 即便我做不了主 我也会帮您找到 能做主的人的 能与合影合作 对我们海鸥森来说 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那好 之后我会找人联系你的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 我找人送二位回去 不必了 杭小姐先忙自己的吧 我的助理一会儿 会来接我们的 那我就先告辞了 等等 我说这位小哥 建议让我们看看 你刚刚都录了什么吗 陆少爷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 您就放过我这一次吧 只要你说实话 我自然不会追究 你偷拍的行为 但 你如果不说的话 我说 我肯定都交代 那好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长时间地 跟踪杭家河 您 您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到了 你是怎么跟在 杭家河的后面进来的 交给我吧 哦 没什么 杭家河来了 说说吧 你是为什么要跟踪 杭家河的 您说我一个记者 能为了什么呀 当然是挖料了 听说说 绿石小姐 你可冤枉我了 不是谁让我来的 是杭家河 自己出去爆料的 自己 她向你报了什么 那个 陆少爷 您别急 您听我给您解释一下 具体怎么回事啊 没有 会 没没穿过 究竟是什么 两位这两天应该看到网上 关于药夫小区案子的爆料了吧 但其实这个案子 警局只公开了大致的情况 并没有放出调查的细节 目前网上那些多余的爆料 都是杭佳和自己找了一个记者 给爆出去的 我还听说 杭佳向那个爆料的记者 可称 等这个案子结束 会再报一个关于海奥森的大料 所以我 所以你就偷偷跟踪杭佳 想先下手为强 抢到这个大料 是吗 是 是的 你跟踪了杭佳和几天 三 四天了吧 都查到了些什么 这 这个 这位小哥 你应该不会想收到我发出的 侵犯隐私权的诉状吧 什么 你今天可是连我与何印集团 也当作料录了进去 我说 我说两位别激动 其实我也没有查到 什么具体的东西 只是记录了一下 杭佳和这几天的动向 不过说来也奇怪 在他未婚夫被捕之后 他竟然还有心情 去看了几场话剧演出 我后来找了几个 海奥森的员工 打听了一下 杭佳和好像还被人撞见 在看旅游路线 不过那个内部员工 也说杭佳和似乎一直 就很喜欢看话剧和旅行 也许他做这些 只是为了让自己忘记悲伤 陆 陆少爷 我能走了吗 这次就放过你了 不要再跟踪杭佳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们换个地方说吧 怎么样 有什么想法 王春虫 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都被当作 杀人案的嫌疑人了 却还要隐瞒自己的行踪 而徐殷 在我们面前将自己 和杭佳人的关系 描述得友好亲切 可实际上呢 不仅拿女儿当联姻的工具 甚至还拼命想要隐瞒 自己和杭匪 杭佳和有关系 是 至于杭佳和 而且在之前的交谈中 他似乎是刻意透露出了 关于王春虫和徐殷的 不利信息 杭佳和看起来 也藏着不少秘密啊 工作量不小啊 大律师 你想好先查哪个了吗 大律师 不过今天也并非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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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防万一 还是等再多确认过几个人之后 再告诉你吧 你 也不知道 你的调查顺不顺利 你确定要让我这么做 不是 这 这不是你相不相信我的问题 是有必要真的做到这种程度吗 谁做不到啊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好吧好吧 谁让我是最善解人意的陆锦涛呢 好吧好吧 大律师 你想好先查哪个了吗 但关于他 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线索了吧 换种思路 这要怎么证明 这要怎么证明 我明白了 你想要重现的 是警方推定的王春虫行凶和抛尸的两条轨迹吧 我都听你的 你要先做哪些准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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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 事情是 neo 我和王春蟲的身高体型基本一致 王春蟲有一次在酒会上出了意外 他朋友当时没办法 替他来找我借过一次衣服 当时那个人说过 我和王春蟲的身高体型是一致的 知道啊 就是拎着这几个箱子 把刚刚那条路线走一遍 对吗 你放心 我一定能演好 你想什么呢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姐姐 你 你是在故意逗我吗 你这就是在欺负人啊 可以了 可以了 怎么样 用了多长时间 王春蟲平常花天酒地 比起我 他的身体素质和力量都要差一点 如果要将尸体掩埋得足够深 他用的时间只会比我更长 不可能比我短 但话又说回来了 王春蟲那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 温辰查过 那个黎昂根本不存在 他百分百是对自己的行踪撒谎了 许平安的凶手已经确定了 是王春蟲 许平的尸体 前天被巡逻船从海里打捞上来了 樊一认定 他是在自然公园的北山顶上 被人敲晕之后 扔进了海里 我到北山去探查了一下 正好遇到了一名 从年前就在拍摄山顶和星空的摄影师 是的 1月28号晚上 这名摄影师在23点左右 设置好了长焦镜头 因为山上一直没有人来 他也没多想 就回帐篷里休息了 后半夜的时候 山上下了大雨 损坏了摄像机和储存的录像 考虑到下雨天也没有什么星空可拍 加上影像和相机受损严重 这名摄影师也就没有进行修复 只是把坏掉的相机和储存卡随意收了起来 我要来的储存卡交给夏宴进行了修复 最后得到的影像中 清楚录下了当晚23点30分左右 王春虫谋害许平的过程 稍后 我会把得到的视频传给你一份 应该对你有用 你那边怎么样 一切还顺利吗 那就好 有什么需要 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 电话都挂了 你就别再盯着她看了吧 赶快回神了 和我一起查案要紧 刚刚左然跟你说什么了 什么线索 太好了 有了这段录像 那就更能证明王春冲 不是航匪和齐玉被害案的凶手了 航匪和齐玉被被拦掉 还真是 不过 刚刚刚来的 有了 不过 你 不要 又是 还真是 是